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颁布了一项诗歌写作竞赛 目的是诊视不同国家的文化 所有的移民作家都可以参加 要求诗歌为意大利语并且没有在其他地方发表过 免费参加 最多可选择两首作品参赛 不可以超过28句 包括题目和作者姓名等 作品需要在2012年2月10日之前发送邮件到主办单位 详细信息请查询屏幕下方的网址 Stradurino今年在11月13日星期日举办 这是一项促进团结又非常有娱乐性的活动 今年成年人马拉松竞赛的起点和终点是Biazza San Galo 面向所有人 报名费为10欧元 每个参与者都将获得一件短袖衬衫和一个奖牌 另外也会包括儿童马拉松 出发地址在Biazza Galo Felice 报名和详情可到都灵马拉松办公室 Gorsalegina Magrida 371号 或在比赛现场报名 在青少年信息中心 即Bia della Olfana 20号的青年协会和青年企业信息咨询窗口 您可以向经济贸易学专家和企业家免费咨询 11月14日星期14点30开始 可以在网上填写表格 预约免费咨询 咨询时间为每位20分钟 咨询日期定在11月24日星期四的15点至18点 该服务面向年龄在35岁以下的青年人 现在在Gorsal Velicelli 141号的礼堂 改造成了新的剧院 Diadlo Marquesa 此处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场所 这是第一次在6号区有自己的表演 舞蹈和戏剧的安排 作为首先的庆祝表演 这个周末星期五和星期六的21点和星期日的16点 会有三场内容不同的演出 这三场全部免费入场 11月15日星期二十七点至十九点 在Dal Al-Hikmah中心及BFulgat 15号 青年协会与经济贸易学的专家 注册会计师等联合召开了信息说明会 主要讲解协会关于如何募集资金 筹集捐款和赞助 以及怎样使用所获得的资金等问题 免费参加该活动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